运用彩珠 皮剑等创作 在过程中培养亲子同乐 在高雄小岗社教馆 每逢假日都开办各种讲座及亲子活动 吸引民众走出来 接触艺文和学习新知 上周的假日亲子活动 开办了彩珠瓦尔耳机塞创作 报名踊跃 也让参与民众体验到亲手创作的乐趣 社教馆举办这个假日亲子广场 我们的活动目的主要就是在这里 我们让家长把小朋友带出来 家里面不是只有3C 我们不是只有玩3C 不是只有看电视而已 我们提供很多新潮流行饰品的DIY 或是科学实验的游戏 还有很多传统美食 传统工艺的活动 我们都会陆续来举办 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 9点到12点都会来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是办这个手机耳机塞的一个 吊饰的一个DIY的创作 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办比较不一样的 植物缆垂缆的一个方巾的一个制作 相当适合各个年龄层 尤其是家庭一起来观赏 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日的一个活动 当天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同乐 创意工方樊老师 现场教学如何创作出 精致有特色的彩竹吊饰 然后我希望借由这个活动里面能增加亲子的关系 也可以让孩子可以动手做一些手工的东西 这样子小孩子也可以手也比较巧 可以送给同学或是家长都会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然后希望说在这个亲子假日活动里面 不要说有些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里 还可以借由这个活动 然后增加亲子的乐趣 谢谢高雄市立社交馆举办这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对 然后还有这个活动谢谢老师的指导 因为手工艺的作品真的是很细致 透过彩珠视频等配件组成小型人偶 自己首创的物品更有参与和成就感 也在亲子共学之中 培养互动和同乐气氛 丰富居民的假日生活 高雄小港社交馆开办多样化课程 就是为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和参与 法界新闻吴庸区高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